中国国家安全部那个微信公众号公布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姓曾的曾某应该是俩字曾某 现年52岁 他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军工系统的一个研究人员吧 这个前几年的时候 这个公派啊 这个公派给他派到了意大利的罗马 在那个大学里边应该是学某些高科技吧 之后留学的时候呢 认识了一个美国外交官 就是美国驻意大利罗马的大使馆的外交官 这个人呢叫赛斯 叫赛斯 但实际上这哥们呢 是中央情报局 中情局 CIA 罗马情报站的一个情报人员 其实大使馆里边 有特务 有间谍啊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中国也一样啊 中国也一样 都是互相策反 对吧 台湾 台湾一个一个少将 那个通讯兵的少将叫罗贤哲 就是在泰国的时候 台湾有这种非正式的大使馆 是吧 就是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跟中国正式建交的 其实是中国花了很多钱 抢过来的 原来是跟台湾建交的 跟中华民国建交的 对吧 然后他们也在在各国有非正式的或者叫地下的大使馆 台湾叫外馆 住泰国的 他在那认识了一个拿澳大利亚护照的 你看 是吧 这是中国的情报机构 很多人拿的是外国护照 一个拿澳大利亚护照的一个中国情报人员 一个女的 给他使了一个美人计 结果就 他出卖了大量的台湾的军事情报 后来当然被发现了 应该判无期徒刑吧 是吧 如果在中国大陆 这就是死刑 是吧 然后这个赛斯给了这个人钱 这个姓曾的 还给他进行了培训 还签了一个协议 叫参谍 就是参加谍报工作的协议 给他钱 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给这个美国中情局 同时还承诺 说可以给你的家庭 办理赴美国的这个移民 可以给你全家办美国去 当年那个台湾的 那个那个情报局吧 安全局 就是策反那个 那个那个总后军械部的部长 叫什么 在叫刘连坤的时候 好像也给他 就是刘连坤 想把他儿子伴走 但是他儿子是军人 就是刘连坤本人是总后的少将 他儿子也是军人 但是军人不好办 好像也是想办美国 然后那个发展那个刘连坤的那个人 就是台湾人最早策反的 是刘连坤的一个手下 一个大校 叫邵正宗 也答应把他办出去 结果把邵正宗也抓了 最后 最后邵正宗 刘连坤都死刑 枪毙 然后 邵正宗在婚姻之外 有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后来跑了 就是被那个 应该可能台湾人帮忙吧 台湾的情报部门 最后这个女的 据说来了西班牙了 来到我们西班牙了 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在巴塞罗那 马德里 估计这人也身居减出了 是吧 哎 云正 为你国家减轻负担了 完事你又给孩子幸福了 你说你还收了这么高的费用 要说三十万 我赶紧是拿这个做手艺 翻卖银口吧 他说的是这个中国的某些孤儿吧 或者被弃婴 有的还不是孤儿 也不是弃婴 是政府强迫 把你生了孩子 以这个超生为理由 把你孩子抢走 然后外国人来好心来收养 还要收个三十万左右的人民币 这就是一种人口买卖吧 甚至是拐卖儿童 是政府组织的 这个美国很多 加拿大也有 英国很多国家有 我们西班牙也有 我在西班牙 看见过不多吧 有个三四回 三四回 一看就是 就是中国的那个小女孩 而且都是那个南方长相的多 就是中国南方的多 然后那个 那个他妈是白人 一看就不是他亲生的 应该就是从中国来收养的 白人还是真的有爱心 因为人家信基督 也有最基本的 保障人权的这种民主制度 当然这些国家因为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所以他也没有后顾之忧 是吧 你像中国人的这个经济负担 还有政治上的压迫 都是非常的深重的 所以在中国如果能做点好事 做点慈善 或者收养 谁谁谁 是挺不容易的 对啊 有人还说了 说不是说十八层地狱吗 其实这些词应该都来自佛教 都来自印度啊 什么一刹那呀 什么瞬间呀 什么大千世界 小千世界呀 就很多词都是来自印度啊 来自这个佛教啊 就是说十八层地狱 有的说真正的中国人啊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底层的那些穷人 其实都不是十八层了 都是十九层地狱里 湖南也出了不少 那个像他说的这个这个 弃婴什么的 但是湖南的体育 就是湖南人比较能吃苦 出了好多冠军之类的 有一个好像体操的 拿过名次的一个女孩 好像最后入了哈萨克斯坦国籍了 是吧 还有上海的什么核志力 是吧 这个非让他让球 就这种非体育精神啊 不是这种自由竞技的 就是政治因素啊 或者是关系啊 或者是等等的 反正是不正知风 不正当的 走后门啊 或者其他的考虑 反正不公平 是吧 小山智利 何智利 到日本去打乒乓球 好多中国的运动员 都到了海外了 很多很多 这个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的那个跟狼平啊 什么梁样啊 什么这个张荣芳啊 什么孙进芳啊 什么什么曹慧英啊 什么陈昭弟 陈亚琼啊 就是八十年代 什么女排精神 什么铁榔头 什么卫国争光啊 就就就那个年代啊 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叫杨小军 杨小军啊 北京的 杨小军就到了德国 去打排球 后来当教练 现在可能一直在德国定居啊 我认识他姐姐 他姐姐 他姐姐是那个北新桥 邮电局的局长 是我的客户啊 一直照顾我买卖 照顾了好几年 杨局长 那个北新桥邮电局 就北新桥十字路口的南边啊 路东第一个胡同 把口就那 这个族群不下地狱 那谁下 你就看这个大学 是吧 那个留学生 住标间 自己的学生 拔了几个臭 宿舍 无怨无悔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行动 女的呢 就心甘情愿 是被迫也好 还是无奈也好 就这么陪 他们陪伍 所以 消极 有反抗 就是说下地狱的 我总觉得 很多人可能是说是什么这个族群 可能是出于恐惧 是吧 或者说他不敢说 也不见得不应该是这个族群吧 是吧 是特定的那一批人吧 那些贪官污吏吧 那些反人类的吧 那些压榨人 欺负人的 奴役人 洗脑的 是吧 给人民洗脑的那些人吧 对吧 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 过去说三座大山 现在我看三十座都不止 对吧 也有一些学生不满啊 中国本土的学生 本国的 也对这个留学生 有这个超国民待遇 他们两个人一个房间 然后有卫生间 有洗澡间 然后吹着空调 每个月还给好几千 是吧 就是他们也有过 这种游行啊 或者是抗议啊 也有 但是中国整个的环境 他都是打压呀 都是维稳呀 都是镇压呀 对吧 而且你要是不服的话 不给你毕业证 给你开除 给你处分 你再严重点 给你抓起来 给你判刑 给你拘留 对吧 或者给你家长施加压力 对吧 这个像他说的 女的陪着睡觉的 是吧 那很多呀 本来中国人就有点 重阳媚外 是吧 都想嫁个老外 是吧 本来就都重阳媚外 都想嫁个老外 是吧 其实哈 我这个应该做那个rap 是吧 那个那个摇滚之类的 是吧 是吧 但是学校有安排 是吧 安排啊 你们四个女的 陪一个男的 老外 啊 陪着陪着 就陪床上去了 这让中国人 男性 是吧 比如说都是大学生 都是二十来岁 小伙子 这多磋伙呀 对吧 这个人类两大仇嘛 中国人两大仇 杀父夺妻 是吧 你给他爹宰了 啊 然后你把他媳妇夺了 对吧 把他媳妇给睡了 他恨死你了 对吧 不一定有百分之八十吧 支持毛泽东的毛粉 反正不少 这两天看到几个帖子 都是签了愿意死后捐献器官的 结果没多长时间都车祸死了 然后宣布脑死亡 这多明摆着的事 你签了器官捐赠的协议 就等于是让别人来谋杀你啊 这就是一个犯罪集团 是个产业链 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真的 当然了 高干是吧 他们可以花着 百分之八十的医保 都给高干花了 是吧 要你的器官甚至有可能 所有人 无论是聪明 还愚蠢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卓州大水 民间救援队进去之后 你看他们怎么对待他们 有民 怎么就哄抢物质 透明发动机 他说那个刁民啊 什么哄抢啊 没秩序啊 有时候这个什么生米恩斗米仇啊 你帮忙还嫌你帮的不好啊 我觉得人性的丑恶 比不过制度的丑恶 制度的摧残 制度的罪恶 真的 人性 是吧 你像我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 是吧 我从来也不替北京人辩护 我周围的邻居都挺草蛋的 好的也有 但是坏的 就是勾心斗角啊 小肚鸡肠啊 互相之间的底层的撕咬啊 底层互害啊 都存在 但是我觉得 是吧 比如说你实现了民主了啊 你有自由 有民主啊 你有选举 有多党制 这些坏人 人性的丑恶 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 还是政治上的 制度上的丑恶 要比人性的丑恶 比文化的漏洞 比文化的落后愚昧 比人性里边那些 摆不上桌面东西 我觉得那些东西 可以往后放一放 他总有一个主次之分 是吧 如果政治上 给了你自由了 那么 你还干坏事 那就赖你自己了 对吧 但是现在 这个制度本身 就让人作恶 对吧 就不鼓励 做善事 他鼓励你作恶 所以我觉得制度 是最主要的 是吧 每一个移民背后 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行走的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能移民吗 当然有一部分 可能没有一百万 是吧 他这个兜里边 泵子没有 也有这种底层的 也有好多不止一百万吧 对吧 还有 就是说我的一个理念 我常说的 就是说 这个民主 自由 政治权利 我可以放弃 你不能不给我 就像台湾的总统大选 或者县市长的选举 他的这个投票率高的时候 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多 有的时候就百分之六十几 对吧 能到百分之八十的时候都不多 我可以不去投票 你不能不给我的权利 对吧 当然 不是谁恩赐的 是我们争取的 民主不是免费的 对吧 民主不是免费的 需要你抛头颅 洒热血 当然 如果每个人都站出来 其实 每一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大 我像我搞过业主维权 2008 2009 是吧 一开始是我一个人 然后我发动了八个人 然后第二天又发动了25个人 第三天我发动了130多人 到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政府官员的眼睛里边充满了恐惧 是吧 他们并没有多横 对吧 他们就是欺软怕硬 这又顺口溜吧 他们并没有多横 他们就是他妈的欺软怕硬 每一个移民背后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行走的一百万 这是我昨天发的帖 那个黄色的那个头像是我 蓝色的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直接给拉黑了 这就是70%的概率 都改变不了了 上面是非存机会 下面是非存 即傻 苗之后已经出现了后一生 还得感谢 能改变吗 改变不了 就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吧 其实不知不觉也是一种快乐 你知道 其实痛苦的是我们这种 在世的时候被这些不知不觉地排斥 是吧 看到他们这种可怜 有口罕的人 还觉得有点可怜 不忍心 就关你叫字母吧 英文 我的观点 我的印象 去那边大伙 对我都有所了解 我没有什么可感谢的 我要感谢 我就感谢我自己 感谢我的父母 剩下没有感谢的 我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甚至我应该得的 我都有很多东西没有得到 因为受剥削太深了 不是资本家的剥削 最大的剥削是来自于权利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受害者 并不是受益者 首先要问 国家管我们什么了 对不对 你包括咱说了 以前愚昧我们倒行 我们也不知道 外边的世界什么样 咱比较一下 那人家能做到的 你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评论 这个蓝色这个 是个女人 也是我的朋友 全 她的闺蜜 今年 年后已经去世了 也是因为苗之后 但咱们还得感谢 是吧 这种不知不觉 她那个相应那边 上面不相应我们 这绝对是标准的神曲 是吧 这种啊 哎呀 我那个房子圈 以前估计有一大半是 被我关掉的 他们看不到 但还会冒出来这些东西 没办法 我从来都没尝一尸锅 跟我没关系 是吧 我们谁也没靠 咱们事实胜于雄面 咱被比太远的 咱就比周边的 还都是一个皮肤的 要不 你说那韩国 日本 我们 我们老号称海洋化的 那打什么呢 演呐 叫大中华演呐 你以前真的 还有点有越感 现在也跟人比得了吗 连一个小小的韩国 都不打理我们了 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我还是你再看看 那个韩国跟南朝鲜 你看看 人家都是干什么 干实胜 你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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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朝鲜 天天那么割述 伟大 热物 我认为 爱国是没有错的 但很多人 大国家和政权 昏为一谈 这个刚好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就愿意让人觉得 他们就是国家 他们所有东西我们都不要 所有的福利 所有的待遇 所有的工资 我都不要 所以不存在 跟他有什么国民关系 什么是国家 头顶的蓝天 地上的海洋 山川 河流 所有的物资 是所有生命都可以享用的 这块土地 它叫国家 但有些人就是绑架了这个国家 占山为王 它是一个政权 政权是可以 政权移植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旗帜是可以换的 但很多人就不明白 因为爱国家 就是要爱他们 既然你不爱他 你就不要 就挂靠他 他这什么都不要 不要参与 什么组织都不要挂 之前是经济腐败 刚才我要跟朋友讲 我说你们 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敌场人 因为你们 正在经历 这个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是最严重的 远超经济腐败 政治一旦腐败之后 你这些敌场人 就很难再出人头地 哪怕你学得好 你再有才华 你再怎么着 你都不可能 像八九十年代 你分都可以 可以出来的 他们就是要一算 把人才的名义 让你入党 给你权力 给你职务 然后你就终生地 被他绑架了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 就面临这个问题 是吧 如果再懦弱一点 无能一点 像现在大学生一样 这么蠢货 男的不像男的 女的不像女的 我告诉你 你就没指望 大学上不上楼水 是啊 跟我这个评论对话 我感觉真的是很标准 中国 好声音 哎呀 我当时 忍不住 怎么会冒出这个祸来 冒出这个祸 冒出这个祸 说的是谁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可以靠着读书 然后找一个职务 衣食丰足 但现在寒门难在 衣食丰足 一时丰足 丰衣食足 丰衣食足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可以靠着读书 然后找一个职务 衣食丰足 但现在 寒门难在出柜子 特别是三四县城市 所有的那些职务 好一点的公务员之类的 全部是葡萄藤 殷亲关系的 更容易进去 对 他说的葡萄藤 葡萄藤 就是啊 是吧 这个这个 一串一串的啊 都是血亲啊 阴亲啊 全是这种的啊 就是叫什么来着 嗯 裙带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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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